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疫情到現在都一年多,今集就為大家看看樓市相關數據,看看澳門現在的樓市是什麽情況,根據澳門金管局發布的統計訊息顯示, 在2021年8月份,新批核的住宅按揭貸款及商用物業貸款都有按月減少,在未償還貸款總額方面及住宅按揭貸款及商用物業貸款都按月錄得了升幅。 2021年幣份,新批核的住宅按揭貸款按月減少15.7%至34.7億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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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至34.3億,非居民亦減少了37.8%至3000萬元幣。 2021年6月至8月,新批核的住宅按揭貸款每月平均率是38.1億元幣, 比上一期即2021年5月至7月升了3.9%。 抵押品是在建留意劉花,新批核住宅按揭貸款3.1億元幣, 按月減少了20.3%。 如果與2020年同期相比,新批核留花按揭貸款亦下跌50.8%。 可能今年的留花比上年少了。 另外,新批核商用物業貸款按月下跌65.1%至38.5億澳門幣。 而其中,佔新批核商用物業貸款98.2%的居民, 部分減少了65.7%至37.8億元幣。 非居民的部分上升至6,986元幣。 2021年6月至8月,新批核商用物業貸款每月平均率是76億元幣, 比上一期增加了1.1%,上一期是2021年5月至7月。 澳門中原地產就說, 現時外圍經濟不明朗,市場整體交投氣氛比較低落, 買家就算找到合心水的單位都不會容易落訂, 以及考慮週期都會比較長, 估計9月份成交量會回落到400單以下, 預估全季大約1500單左右, 比上一季回落22%左右。 價格方面,近期由於疫情反復, 令到原來復甦的樓市都被人打斷, 最新公佈9月份上半個月的數據, 平均赤價是6380元, 比8月跌5%。 預計第四季是最黑暗的時期。 樓價有機會進一步跌至疫情前約6056元的赤價水平。 如果業主願意減價或發展商推出特別優惠條件, 再加上低利率吸客的話, 對有剛性要求的買家來說可能是入市時機。 期望疫情快起過去, 整個經濟復甦了, 澳門樓市才有止跌回升的機會。 首先按揭數目, 比7月份減少15.7%。 可能那個月都受到疫情影響, 少了人買樓。 但同時樓價方面都有跌了少少。 現在平均赤價是6380元, 我記得去年好像是有去到$7000元左右一呎。 也有可能是8月份賣出去的樓, 赤價都比較低, 所以才拉低了平均赤價, 去到$6380元一呎。 其實與政府現在經屋的價, 都只是相差大約兩成左右。 所以如果澳門樓價低於$5000元一呎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會轉去買私人樓, 而不是去排京屋的。 因為私人樓就不用買賣同價, 那京屋就一勢勝敬。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澳門樓價可以下跌得到的空間真是不大。 再加上, 有不少人都在澳門急速發展這20年裡, 買了很多樓, 甚至都供滿了, 那這批人就不會賣樓的了。 所以在這些前提條件之下, 如果真是想澳門樓價大跌, 就只有出現大量失業和斷工才行。 但以澳門現時的就業結構來說, 是比較難的, 因為賭場、政府、銀行、建築。 這幾個行業都已經養起了大部分就業人口, 而這幾個行業要出現大量的裁員, 其實都是比較難的。 至於賭場, 現在為一個賭牌就更加不會大量炒雲啦。 你們說對嗎? 今集的資訊就來到這裏先啦。 你們認為澳門的樓價真是有沒有機會大跌呢? 還有你們有覺得經屋賣5000元一呎是貴還是便宜呢? 還有賣5000元一呎的話, 那算不算是某程度上都托起了現在澳門的樓市呢? 在下邊留個言講一講我知你們的想法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